桃園玻璃醫院院內感染連環報 現在只要跟確診者接觸過的 都必須要隔離十四天 也因此一共隔離了一百九十八位醫護 導致醫院的人力更加吃緊 指揮官陳時中就表示 目前已經分層管理了 病人只出不進 而原有的負壓隔離病房 現在都已經移出 至於這感控專家 現在也進駐桃園玻璃醫院 要減輕醫護負擔 衛福部立桃園醫院爆發院內感染 一天一天不斷新增病例 也被質疑分藏分流沒落實 甚至專家也說 相處時間和距離長短 只限防疫飛沫傳染 接觸感染才是真正的染疫關鍵 但最初匡列接觸者 卻疏漏了這一點 一次就隔離了一百九十八名醫護 隨著隔離人數越來越多 院內第一線醫護人員撐得住嗎 陳時中強調 現在醫院病人只出不進 為了就是要減低負擔 再劃分醫護隔離的區域 不過感染科醫生建議 應該先全面清消 而面對院內感染 不斷擴大臺灣醫療量能 還能複合嗎 臺灣的醫療量能在這個時候是很緊的 因為我們現在有很多國外回來的人 目前要處理這一塊人口 就已經花很多力氣了 如果再有醫院 包括院內感染 會對我們來講會非常的吃力 所以最好不要再發生這種事情 就怕現在的院內感染 往外擴散到社區 專家建議 不止醫院附近的診所 最近要緊盯看著民眾 有症狀就通報篩檢 如果院內發生兩個不相關的病室 有人員染疫 就得考慮停止醫院所有醫療行為 才能把傳染途徑完全阻隔 華視新聞王信義 黃瑞麟 台北報導